我现在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摩托车上 看看 抓住了 但是你慢点 别着急 慢点 安全第一 多少钱了 75 行那就拿着 75 我给你扫微信在哪 在这 在哪 这是微信 这不支付宝吗 好 75 重新钻眼快呀 对呀 你这是重钻的眼吗 不是吧 这不原来的眼吗 原来的眼都全部重开的 你又给它扩一扩 对呀 因为它这不是原装锁的 都不对了 这把锁都按上还挺好看 比你那个锁好啊 能压上啊 我里面转就是开 这碰是什么关系 这钥匙是在外面开的对吧 这把锁都是在外面开 里面不用哈 里面哪有锁 如果里面要繁锁上外面开不开了吧 这个一转它 是不是就开不开 啊 这个转它开不开 啊 就是人在里面繁锁了外面开不开 哦 对对对 对不对 哎呀 好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58岁的木子阿姨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三 其它们内屋的门锁安好了已经有一会儿了 我想来想去呢 还是做个视频跟你们聊聊 内屋的门锁为什么没了呢 还得喝点茶水 都倒过来 漂亮 哎呀 放这边窗台上吧 说起来这个门锁怎么被卸掉的 那话就长了 啊 我看看还是就是简单的啊 说一下 最初的时候 我跟奇葩公呢 就是在我现在这个房间住 小女儿在奇葩公那个房间住 现在小女儿住的那个小房间是空着的 是一直留着家里来客人啊 客人住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搬来大连的时候 我跟奇葩公还没有分居 所以家里三个房间就空出来一个房间 记得小女儿初二的那个时候啊 非常的叛逆 只要放学一回来 就进她自己的房间 把门锁上 无论我们在外面怎么敲门 哎 她就是不给你开门 她这个行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啊 有一天呢 她上学走了 我就到她那屋啊 是翻得很仔细啊 从床开始下手 然后翻到她的书桌 在翻书桌的时候 我发现了秘密 书桌上啊 那个书啊 摆的都是很靠前的 我把书拿出来 一看书后面啊 放着很多的化妆品 什么大盒小盒 包括面膜 都在她书桌上面 书棍啊 那书后面 藏着 我继续再翻 就发现了床底下 也有好多的化妆品 哎呀 好多啊 不是少啊 一包一包的 什么面膜啊 什么霜啊 哎 就是什么油啊 好多好多的 并且还有她贴过的面膜 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啊 也就是说 她就是滑门 偷偷的 在房间啊 做面膜啊 就是抹这个霜 抹那个 小女孩子 到了这个年龄 好美嘛 又不想让我知道呗 但是 我也觉得 是很危险 你说你把精力 都放在什么贴面膜上啊 就是美这个方面 那学习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很着急 很担心 这个事我就跟奇葩公说了 然后奇葩公就说 把她的门锁给她卸了 我跟奇葩公说啊 卸是卸 但是不能 就是说突然就卸了 我得找她谈谈 就这样 有一天她放学了 我就说啊 你为什么要划门呢 你在屋里头干嘛呀 啊我学习啊 我说你只是学习吗 她说对啊 那我不学习 我干嘛呀 我就把她那些面膜啊 就都拿出来了 那些化妆片 她就无话可说了 我跟她说 你看看 你在网上买的这些东西啊 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都不是正品 我说你这个年龄 就开始用什么面膜啊 什么胶原蛋白 我说那就完了 我说你现在这么点的小孩 我说你这小岁数 根本就用不着这样的 我说你要是以后 还继续划门的话 我就把门锁给你卸下来 你信不信 她说那我就不划呗 虽然她准确是这么说呀 但还是划门 有一天她把门就划上了 我就让她开门 她说什么都不开门 我就一气之下 冲进厨房 拿菜刀 就开始砍那个门 一点一点砍 一点一点砍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冲动啊 那个时候 把那门呢都砍坏了 白下了 那门那么好 就是砍到最后 这个门锁啊很结实 我也没砍掉 第二天我给姑爷打电话 我就把这个事说了 姑爷说 妈你说把这门卸了能行吗 我说没事 你就给我卸下来 你说不行 不行 她在里面这么点小孩 你说她把心思 都用在这个美上 弄面膜上 并且这个东西啊 用了之后对皮肤还不好 那不是害她吗 你放心 你就给我卸下来 我不跟她说 是你卸的 我就说是我卸的 这个门锁 就这样被我卸掉了 后来因为 我跟奇葩宫闹矛盾 我就动员小女儿 到小卧室去住 我就搬到小女儿 那个卧室去住了 从那以后 我就跟奇葩宫分居了 一直到现在 专业女儿就上出山了 也是因为 我跟奇葩宫之间的矛盾 这个卧室啊 就又有变化了 我就又回到了原点啊 回到了最初 我跟奇葩宫住的 就是现在这个卧室 奇葩宫就去了 最初我小女儿的那个卧室 就是现在这个格局 我是这个卧室 奇葩宫呢 就是刚才 我换锁的那个卧室 奇葩宫在那个卧室 小女儿呢 还在那个小卧室 就这样一年多之后 我就发现了 奇葩宫在那个卧室 还是不行 因为它不讲卫生嘛 在之前的视频 我也有分享啊 不管是它开窗也好 还是开门也好 它内部的味道 只能放到客厅里 而不是放到外面去 所以我又做出了 现在的这个决定 让小女儿和奇葩宫 他俩再换房间 小女儿回到他原来的房间 奇葩宫最终去了 最小的那个房间 前几天的视频 我分享了 趁奇葩宫现在 去照顾他老妈 我就把奇葩宫 内部的卧室啊 都清空了啊 也都收拾得很彻底 很干净了 那么直到现在 小女儿 人家仍然没有搬过去 原因就是因为 内部没有门锁 人家说了 你什么时候 给我安上门锁 我什么时候搬过去 这换门锁的时候 刚走 人家小女儿就出来跟我说 妈妈 今天晚上我就搬过去啊 这个门锁的事 对我来说呢 真的是很感慨 因为压根 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 孩子给他亲手安上 并且还花了 一百多块钱 我以为其他工在内部住 还安什么门锁呀 不安不是正好吗 哎 事情真是千变万化呀 没想到 小女儿又搬回去了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圣经 传道书里的一段话 为了说的准确 我念一下 我戴个眼镜 看看 这本小圣经 太小了 看这小证啊 哎 58岁了 老眼昏花呀 那个字太小了 看不清 戴眼镜 传道书第三章 万事均有定时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摘种有时 拔出所摘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见诏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抛制石头有时 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物有时 征战有时 和好有时 就分享到这儿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